欢迎来到飞碟 吴子齐 华丁出上二惊人的角色之一 无非是吴康仁 然后吴康仁还要扮演 吹台经style来唱吹台经的歌 梦里的爱 梦里的爱 充满了甜蜜花香 团队到底是怎么发响的 这么多老歌为何会用这个歌 那这个歌是不是那个1988年代的歌 这也不可考 因为 就说 不能说不可考 应该说它不是1988年代的歌 把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也不是 可是为何在1988年代的故事 华丁出上会选用这些更老的歌 是不是在1988那个时代的调通 真的还是在听这些当时已经是老歌的老歌 现在听是超级老歌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它也不算老吧 大概可能就 估计十年上架 这样子 不算老 中古歌 那1988其实有很多歌 因为去年我本来要在 金华酒店办一个dinner show 当时的主题就是锁定在 我出道的1988 甚至还要找一些 巴黎年代的古董 还有就是全部唱1988的歌 所以在整理1988的歌单的时候 我很熟悉 那个时候我也出道 绝对不是这个崔台静的歌 绝对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是在华丁的年代 1988 也就是它命案发生的年代 还是大量的用这些中古歌 当时是中古歌的歌 而没有选用当时1988的歌 这是一个谜 才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歌就是会被一再地拿出来唱 在张国仁过世之后 有很多的回忆的CD 出龙或是黑胶 那么这个非常经典的冰山大火 是当时哥哥的歌套装组合 强调母带珍藏 从未曝光 也就是在他过世之后才拿出来卖 从母带里面找出来的张国仁冰山大火 这晚我却欠冷静控制节目 今晚他的上眼有爱火流露 平时如冰山的开始Rock and Roll 跳跳跳跳也都要跳舞 我被他们的眼光擦直到着火 Fly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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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кам 叫火触车火触弃的步步 卡卡卡小管我 I'm on fire 卡卡卡小管我 I'm on fire 女佛插親戚狗 我再過兩秒便用佛衷車匹味道 这年头戏剧的表现实在是太强大了 戏剧可以让很多事情复活 比如说老演员 比如说老歌 那综艺呢比较辛苦一点 综艺的表现碍于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前一阵子就在年前看到联合报 一个报道就在提到华氏的一个节目 这个暂时停录了 那也是有跟版权有一些关系 因为每次在那说说唱唱哼哼唱唱的歌 越来越贵 以前呢比如说你看飞哥小哥那个时代 他们信手拈来就是老歌 随时可以哼一段唱一句 应该也要付钱啦 但不像现在这么贵啦 现在可能你踩到地雷的话 搞不好一首就要十万块 一万块 五万块 这对制作单位来讲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因为中小型的节目一集大概都十几二十万的制作费而已 却为了一首歌要付十万 怎么可能 所以宁可不唱 可是一个音乐节目怎么做呢 没有歌唱怎么做音乐节目呢 所以如果飞哥是活在这个时代在做节目的话 他如果在这个时代还在做 或小哥还没退休 我跟你讲他们很难做节目的 所以华氏的节目只好暂时就停录 这年前有讲到这个事情 停录一阵子了 才在讨论 那么像去年我做Hashtag T-pop也是 即使我们节目都已经做完了 播完了一季了 都还在清版权 各种各种的 因为包括YT包括FB等等都要付钱 而且还可能追溯 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要重新再补 很可怕 所以谁敢做音乐节目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歌 很可能就要靠戏剧去流传了 因为戏剧呢 你看这个华登 动辄就几亿的制作费 哪一个综艺节目就算是 就算你请了吴中献好了 就算你做了全民心运动 会那么大规模的小巨蛋 都可以办活动了 也不会有一亿的制作费了 所以呢 怎么会变成说 老哥需要靠戏剧节目去传承呢 这种时代也真的太诡异了 那么 所以那个时候TVBS 真的投资Hashtag T-pop 非常了不起 他一集你们去看一下 有多少的歌 老歌新歌都有 从这个手牵手 到明天会更 到很多了 到老老老老老到不行的歌 或者是很新很新很新的当代的歌 实在是无奈 不过版权本来就是值得重视的 可是大家可以开价 开得合理一点吗 就可以参考一下节目预算 假设这个节目制作费只有10万 那你就算一千 如果这节目制作费一千万 那你就 你就承不上去嘛 对不起 数学不好 小时候我听这首歌 是因为美艳芳 来自澎湖的听众送给我的唱片 过去我永远冷静上我老头 一双眼冰一半 那爱护不流露 这晚我却念冷静控制占慕 因今晚他的双眼有爱我流露 听起如冰山突充开链 clouds and roll нормально 跳跳跳跳 也动妖胸跳舞 我们他的眼光踏到着波 快快快快快 밥h 快快快快 subjects so the second word 叫火速车火速熄到 bon 它 startup QUEEN 我叫我快 哈哈哈笑 找我叫我快 暖火七千尺高 我再个两秒 便用火烹车偏微渡 许孩子一个幸福梦想缘 这是我收到的一本书 OK 现在开始收很多亲子的礼物跟书籍了 还有音乐CD等等 谢谢大家 不过他强调的是0到99岁的全灵关照 推动ISEC学前教育防虐认证 哇 过去我永远能连上我某头 一双眼睛一观大外乎不流露 这晚我却平冷静控制点舞 今今晚他的伤眼有爱火流露 平时冰山冰山开始发听路 跳跳跳热都要跳舞 我没怕的鞍光打定了锅 冰山大火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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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火速车火速的道路 美艳芳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翻唱 比如说日本的等等的 待会我们再来好好的整理一下 先来听一下在年前发片的 张文婷所演唱非常有意境的焚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Ming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推荐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走在最踮迫的路段 你的背影还固执的纠缠 梦的花不开 没有你的风景 不管多苍白 张开双眼 有些还无法看见 一个人的明天 会怎么到来 承凭昨天 撒夜冲播着画面 越感动的越是伤感 走得快路遥远 总会有转弯 每个人的身上没有点尘埃 自己拍一拍 终于能翻越 回忆的低谷山脉 芬芳缺乱 繁华不开的爱 风浪从来 就不守越长大 芬芳缺乱 繁华失去爱的爱 就算一生 我越散了越温暖 不为谁存在多么自在 不为谁存在多么自在 没有什么风吹的伤 我走过最天坡的那端 是跟着你走到最后被丢散 路前面多孤单 没有你的日子不想就不难 张开盛宴 有谁还无法看见 一个人的明天会怎么掉来 像凭昨天撒夜冲播着画面 越感动的越是伤感 走得快路遥远 怎么会有转弯 那个人的身上没有点尘埃 自己拍一拍 终于能翻越了回忆的低谷下麦 翻覆起来 翻覆覆覆蓋越带 覆盾从来将不熟越箴单 翻覆起来 翻覆失去爱的爱 就算就越散了越温暖 不为谁存在多么自在 不为谁存在多么自在 没有什么风吹的伤 翻覆起来 没有什么风吹的伤 飞蝶舞子齐今天登场的是 翻唱奇人 欢迎回来 美艳芳 找爱的人 1991飞碟 滚石 两大台湾本土产物公司 各自有许多大牌 甚至要往香港去挖 合作 找人 香港华星就跟滚石成为了partner 因此天后梅艳芳就成为滚石歌手 人们都喜欢复杂忧伤 我也因此听到了好多好听的歌 像这首 找爱的人 带坐在床边眼望 浓郁的风 母月轻飘扬 心里还那么轻盘 谁能够来陪伴 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 所谓的City Pop的天后 朱内玛利亚的老歌 朱内玛利亚我也很喜欢 但我也是因为终身名菜而喜欢 所以没有那么认真去研究 朱内玛利亚 没想到后来 Plastic Love 塑胶的爱 在全世界都红了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小时候听的梅艳芳 也是翻唱的 日本歌的 原来那个时候我喜欢的歌 本来在日本就已经是传奇了 但那个时候这个歌还不算传奇了 那时候只能说当令吧 谁真的可以给我一个夜的浪漫 让我在她的胸前轻轻躺 想找回可以依靠的情郎 让我的爱从今后不彷徨 谁真的可以给我心的温暖 好让我能将她好好的正常 让我今夜不再彷徨 之前我们也播过了 朱内玛利亚的复刻黑胶 然后事实上这个歌曲 在日本自己也有很多人翻唱 可是透过韩国的DJ 透过Night Tempo 透过混音 透过网络 红遍全世界 这真的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来自日本的一个资深偶像 他叫做大西结花 他早期好像是跟浅相为 他们是一组的 我也忘记了 那个是三十年前 我国中的时候的事情吧 好像演了什么剧 然后就很红了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他所演唱的版本 来自何启航老师 之前送我的CT Pop Standard Best 双CD 总共有三十首歌曲 而在这三十首歌曲里面呢 非常幽默的 就收录了不止一次的 Plastic Love 不同人的版本 承认歌曲 四十首歌曲 接下来 转底 伍的一首歌曲 上红避的 彼女直进衣喷 彼女直播 上红避的 戴中端 相待的 本歌曲 上红避的 當然他這個編曲是比較跟原版的神似啦 美眼幫也是 但也有別人改編啦 新村麻衣的版本 明日今眼差しで 恋のプログラムを 震わせないでね 出逢いと別れ 通圧に打ち込んで 時間が来れば終わる Don't hurry 愛に傷ついた あの日からずっと 昼と夜が焼くの 暮らしを続けて 流行りのディスコで 踊り上がすうちに 覚えた魔術なのよ I'm sorry 私のことを貸して 本気で愛さないで 恋なんてただの 愛の 愛の 愛しれば すればいいの どうぞした心を飾る 派手なドレスも 靴も 孤独な友達 愛の 換下 轉速 這個版本也是超級超級經典的 來自 有錢都買不到的 黑膠9M88 キスや 熱い眼差しで 恋のプログラムを 狂わせないでね 出会いと別れ 上手に打ち込んで 上手に打ち込んで 時間がくれば 終わる Don't hurt 愛に傷ついた あの日からずっと 昼と夜が逆の 暮らしを続けて 流行りのディスクで 踊り明かすうちに 覚えた魔術 なのよ I'm sorry 私のことを消して 本気で愛さないで 恋なんてただのゲーム 楽しめば忘れないの 閉鎖した心を飾る ハッピーなドリスクと 孤独な友達 當時Jo and Baba 發了一個單曲黑酒 B面的歌曲就是 Plastic Love 當然這個故事怎麼開始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吧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就是說 那個時候Jo and Baba 也剛開始受到關注 做了一個很酷的選擇 翻唱了這個歌 因為紅了 所以就開始有復刻版了 就是我上次講的故事 我在成品買到的 後來我發現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有味 像那個林哲一 Michael 開的唱片行也有味 而且比較便宜 我以為 我以為已經買不到了 絕版了 因為在日本的網站 已經開始炒作了 沒想到很多貨 都在台北 成品買完之後 我才逛了林哲一的店 才發現比較便宜 不過不得不說 這個復刻版本的音質 是蠻好的 有些唱片呢 我們在這裡常常播嘛 你會發現不同工廠 壓出來的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是蠻好的 那比較離譜 今後來但你再試試看 是蠻好的 使蠻好的 只是有一夜 單身可不可 每會六月 之間 登山 一葉 你承維 很長的 我真的都隨意 在神館 作詞 是蠻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威全的专辑 5点36分 很多这样子的音效 你今天有开工拜拜吗 这些音效都带来了一些情境 不过陈威全的专辑并没有实体的发行 那么没有实体发行对我来讲有一点点苦恼 感谢陈老师帮我烧了一张CD 陈威全也写歌很久了 帮别人写了不少歌 Hashic T-POP的最后一集他也来到现场 黄明志看到他也是毕恭毕敬的 可能都把他当前辈 那事实上他自己的歌在这一阵子 从去年开始不断的有新作品推出 祝福他 那这次的EP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了 我来大家听一下 曾经以为越投入越付出 就足够这旅途 永远不结束 那场暴风雨 掩埋了往希望的路 我全力爱着你平身一切 怎么会你的笑 你的好仿佛昨天 我从来没想过分开 这不过是命运的考验 我全力爱着你不曾后悔 谁舍得把我们建造的彻底摧毁 没想过分开 可惜你早已不在 听你说的话 可化成蓝褪 平平回顾 却没发现太晚物走错路 多年后遇见你 终于看清楚 原来你要的 是当初简单的幸福 我全力爱着你 我全力爱着你平身一切 怎么会你的笑 你的好仿佛昨天 我从来没想过分开 这不会是命运的考验 这不会是命运的考验 我全力爱着你 无曾后悔 谁舍舍得把我们建造的彻底摧毁 没想过分开 可惜你早已不在 有个人共享我的伤痕 那个人就在心底扎根 偶然搬开照片 突然沟通想念 为什么你不在身边 我全力爱着你平身一切 这世界要你走 没有人能够改变 我从来没想过分开 却再也没有机会重来 我全力爱着你 不曾后悔 承诺你要做的一个人 我会实现 没想过分开 可惜你早已不在 没想过分开 可惜你早已不在 我世界没人要的歌 同样是没有发行实体的 但是又有发行一半的 好欢迎回来 刚刚我前面说的成为犬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不发行实体的CD了 那蔡明仁很特别 他发行了一个 就我手上拿到的一个歌词本 就是像传统的一样 而且还做的还蛮大本的这样 有照片啊 有歌词啊 有印刷啊 有一个胶套啊 没有CD 所以也是必须要自己去烧 好吧 那就烧吧 不久遇见了你们的时候 都碰在手中 说我的忍受 不久以后 你说你说我恨不守候 一起去下酒 把我给扔掉 怎么能够 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我 什么都不用 我只求一个人家就足够 我自己没人要的狗 到处在街表上穿梭 经过的人群看着我 没有以为停留 你可不可以再看看我 我许能成为你的爱中 你独自依靠的生活 不好过 你独自依靠的生活 从前不久遇见了你们的时候 都碰在手中 说我的忍受 不久以后 你说你说你说我恨不守候 一起去下酒 把我给扔掉 咱们咱们能够 这么轻易的放弃了我 讲证 路边的距离不后为口 只要一碗干净死了 不讲不需要 不想到外套出一万千肉 什么都不用扑上 都自己够求 可以更加的足够 我 我是这没人要的狗 到处在街道生存说 我 经过的人群看着我 没有以为停留 可不可以再看看我 或许能成为你的爱中 你独自依靠的生活 不好过 救救我 救救我 数位的单曲的时代 让很多的歌曲都在线上流窜 但是能不能幸运的被你听到呢 来接下来这个是Vaness 无见逃美 是我没有随心不理 是我没有认识到底 是我没有商量你 也是我不够荣幸 都对 都对 当你哪 都对我说 当你指着我的头 当你甜美的想客气 就让我好像错过 Oh yeah Oh yeah 管在世界收藏心 我还能逃到哪里 你们早已经决定 我有罪 能不能快点接近 在一起荒唐十几 需要翻盘也可以 我有罪 反正我是个罪人 反正我是个罪人 自由往生海过人 很高兴我是个罪人 很高兴我是个罪人 再不必逃生快乐 你神可以 Frost you got me under pressure and I'm just being honest You know what you do Why you got me under pressure When you promise You know what you do 当你招开所有虚尾 当你手上的口蹄 面上的我只能几差不多 三百六十度圈 是我被淡量表演 没有期限的表面 是我终于承认 我说别太美丽的情节 我才是些手掌心 我还能找到哪里 你们早已经决定 我有罪 能不能快点减轻 这一切慌张实际 需要淡白也可以 我有罪 三字我是个罪人 只有我伤害过人 我最后来听的是小雨 在新专辑里面 跟未如云所合作的作品 你开的灯 后来再没有关 你挂的话 还对着我晚安 和回忆都出烟火了下来 我只想要避免 我只想要避免 放心 放心 坏了自己 捞起你的美丽 捞不进你眼睛 明明那么大雨 还能独占你 却无法再经历 将你变得清晰 你关的门 后来再没有开 你爱的话 不是我的关开 都怪我竟然被世界打败 你在聚音的温室里消散 一切未知原装 为什么还会走样 怎么能忘记了你 我想换了自己 捞起你的美丽 捞不进你眼睛 明明那么可疑 还能独占你 却无法再经历 找你变得清晰 算了吧 散了吧 忘了吧 也许会更快乐吗 也许会更快乐吧 放不下 又能怎样 算了吧 散了吧 忘了吧 也许会更快乐吗 也许会更快乐吗 最后我 却更绝望 怎么忘记了你 越想越不甘心 哦 你会不会紧 想这样把我忘记 难道做我的心 怀念的不是你 我想找回来的 只要快乐的自己